安全跟卫生同样重要 来看这位民众他搭客运 从高雄到台北 他一上车就发现了 他的座位上有一只蟑螂 就是这只小强一路上沿着窗边 到处乱窜 爬了整整五个小时 而这个民众就跟这只小强沿途相伴 询问客运公司 客运公司解释 因为车上没有禁止乘客饮食 所以小强的出没在所难免 活顺身的蟑螂爬过窗边 搭夜车的乘客忍住尖叫 只想快点找出位子上的小强 客运上灯光昏暗 没过多久 小强又沿着窗边乱窜 民众从高雄搭客运到台北 就这样跟小强相伴了 整整五个小时坐立难安 小强运公司搭车听起来真的很可怕 车上环境到底如何 我们搭车看看 搭客运竟然由小强伴我行 记者直击民众投诉的客运发现 车上的电视外框不但沾了成年污垢 一上车屁股还没坐定 就已经看到饼干碎屑 真的很不卫生 不仅如此 座位扶手下 也有一大片饮料喷洒的红色污渍 真要坐下去还觉得怕怕的 沿着窗边用手指一沾 也是鸡满厚厚一层灰 环境十分脏乱 都会有 因为我们正常没有禁止饮食 但是我们现在到晚 目前还没有开始去做那些消毒 跟这个车上的工作 这个小强我们就把车上跑出来 客运公司表示因为车上没有限制民众饮食 对于有小强出没 客运公司也只能加强清洁工作 只是搭车出现小强相伴 任谁都受不了 专讯网站情况配入高军报告